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妆容 我觉得这个妆容呢 是非常适合圣诞节出去约会化的一个妆 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妆呢 它的灵感来源呢 是居进一之前有一个非常红的一个红毯妆容 那因为本来是想做仿妆的了 但是因为我跟它的发型啊 还有各方面条件就是差的比较大啊 真的不想再做仿妆 而且我也不想戴假发什么的 所以呢 我也是稍微改动了一下下 就是尽量往那个方向靠了一下 但也不能说是仿妆吧 就是尽量往那个方向靠 然后我觉得这个妆容呢 就是大家过年呀 特别是适合圣诞节 那如果你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呢 就继续看下去吧 那在开始化妆之前呢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喜欢戴的美瞳 没错 试客眼镜网又来找我合作了 那自从上一次合作之后呢 就是经常收到私信说 Roxy你什么时候再跟试客合作 因为上期的那个优惠力度 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没错 今天就来了 那我这次呢 再跟大家推荐几款 我最近新发现的好用的美瞳 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是一个 很固定戴美瞳的人 其实大家之前也会发现 就是我戴的就那几款 但是自从跟那个试客合作了以后 他们经常会给我寄一些 他们觉得适合我的一些 新的款式的美瞳 然后我就会发现很多 就是大家会发现 我最近会经常戴一些 新的花色的美瞳 就是不是那些什么纱绒子啊 就是那个ENVIE那些 就是不是那些 我经常戴的那些款式 那我今天呢 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是我现在眼睛上戴的这一款 是一个新的一个牌子 叫爱森林 这个牌子 人家是叫月森林啦 它是一个日抛 然后呢我这里是有两个颜色 我现在眼睛上呢是这个灰色 然后包装上是一只小鸟的这个 然后它还有一个蓝色 包装上是一只大象 这个牌子它就是走非常非常自然的那种风格 即使是这个蓝色 它也是素颜都是可以戴的那一种 然后在眼睛上的那个舒适度也是非常的好 非常符合我那个眼球的那个弧度 然后它的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 然后因为日抛嘛 如果价格太贵的话呢 就是可能有一点承受不了 但是它价格是非常便宜的那种日抛 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就是现在我眼睛上的这一款 然后同样价格比较便宜的日抛呢 我也是非常推荐这一款的 这一款是我在那个Vlog里面也有推荐过 然后有很多就是我Vlog发出来以后 看弹幕也有很多人在用这一款 就是他们都觉得非常好用 我自己觉得最喜欢的一个色号呢 就是这个色号 就是什么Sakura Road 就这个什么樱花卷的这个色号 我觉得这个就是超级超级的自然 如果你想要就是那种 很天生浅瞳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的直径不会放大很多 但是就是让你有那种 你的瞳孔非常的浅很好看 哎呦就是好难形容啊 就是到时候我会我会带 就每一个美瞳我都会带给你们看 就是那种 但是就是自然浅瞳 不是那种混鞋浅瞳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我非常非常的推荐 这两个牌子的日抛呢 就是我非常推荐给你想追求日常的那种美瞳 然后要日抛 然后价格不是特别贵的话 我是非常推荐这两个牌子的 还有个牌子就是领利秀这个牌子 也是这个门类里面的 我是很推荐很推荐的 那如果说你觉得日抛实在是负担太大了 你接受不了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月抛 这个月抛也是非常好用的 哎呀我怎么拿不懂东西 就这个月抛也是非常好用的 我觉得它带出来的 特别是它这个色号的 哎我等一下啊 我特意把盒子都留着 这个色号叫什么呀 甜美棕啊 这个效果带出来的 跟我的这个效果 这个这个牌子的这个狗狗眼的这个效果是很像很像的 然后它又是月抛嘛 就是因为这个牌子它是进口的 然后又是日抛 就带起来真的是还是蛮贵的 但这个呢它就是一个月只带着两片 性价比就会高非常非常多 而且带着舒适度什么的也都还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还蛮好用的一个选择 最后呢再给大家推荐两个混鞋款 就是像我平常呢是真的不太带混鞋款的那些美瞳的 因为我觉得带了像哈士奇 但是呢因为我要拍一些妆容啊 或者要拍一些照片什么的 总是要背着一些混鞋款的一些美瞳的 然后呢我之前去韩国的时候呢 有买这个 这个 这个牌子的这个美瞳 就是也是混鞋款的嘛 很有名 买回来以后试了一片就再也没有用过 真的是太难用了 舒适感真的是 就是极低就是毫无舒适感可以说是 就太难用太难用了 那我在这里呢给喜欢混鞋款的小伙伴呢 推荐这个 这个呢就是舒适感比这个东西啊 好用到不知道多少倍 然后颜色呢也我觉得戴上去跟它差不了多少 但是舒适感真的是提升了 就是就是我觉得跟我现在戴的这种舒适感差不多 就是就是是好用的 但是呢它又有混鞋的这个效果 就是这一个 这两个颜色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两个颜色 最后呢要跟大家普及一下用眼卫生的这个事情 因为我真的是早些年用年泡的时候 就是早些年真的是不太注意用眼这个卫生 就是可能累了就直接这样拿下来 手也不洗的 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大咧咧的人 但是这个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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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 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这个用眼卫生 然后就是戴的时候卸的时候都一定要洗手 然后在库里叶的选择方面呢也一定要就是好好去选择 尽量选择一些比较好的 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奥迪啦 就是我用下来就是这么多年我用下来是我觉得奥迪是呃 我用下来比较舒服就是没有什么异物感 然后清洁的也比较干净的一个一个护理液 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在隐形眼睛选择方面呢能选择日抛的 有经济能力选择日抛的呢尽量选择日抛 能选择月抛的呢就尽量选择月抛 就尽量选择时间比较短的那种那种隐形眼镜 这是我一些比较发自内心的一些建议 因为我真的是换了日抛和月抛以后呢 我真的眼睛发炎啊或者红血丝这种现象真的是好了非常非常多 现在基本上是没有这种现象了 好那如果说你最近想要囤美瞳的话呢 就赶紧去试课看一看 最近他们的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 而且呢你加上我的优惠券以后呢 应该是更加的便宜 我觉得是不错的一个囤货的机会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开始化妆吧 它的这个眉毛呢是非常的长 然后有点往下走的 然后而且不太强调眉风呢是非常圆润的那一种 然后呢我今天也是比较想强调这种感觉 然后比我平常画的眉毛呢是长非常非常多 你看这样稍微往下走一点点 然后眉风上面呢就是稍微圆润一点 然后整个眉毛的毛流感是非常的强的 好今天的眼影呢我还是用这个3C的这个全亚光盘 很多人让我出这个盘的一盘多画的方法 我觉得上一次有那个蓝色高领的那个妆教视频已经出过一种了 然后今天又出了一种 其实我不出这个盘的多种画法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画出来的效果其实都很日常 差不多但是它真的画出来的都是大家日常最最常问的那种妆效 就是如果它出成一个视频的话 你们就可能会觉得啊怎么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真的每一个画出来的妆都是大家问的频率最高的那种妆 像我之前的那个容貌的新品的那个视频里的妆也是它画的 就是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首先我们还是用这个颜色 其实小G的那个眼妆真的不是特别的难 它就是正常的大地色的眼妆 比较偏橘一点的大地色的眼妆 然后加上一些亮片啊闪片什么的 它就是有非常多的适合小G的那个眼睛的小细节在里面 然后我现在其实画眼妆也是它我不是特别的喜欢去画那些颜色多的眼妆 但是我现在比较喜欢就是去找一些比较适合适合我眼睛的小细节的一些小tips 就是喜欢去找那些那些变动 就是你可能看到我每次都是大地色 但是你会发现我每次的眼妆比上次又好看了一点 就是因为我又发现了一个好像更适合我的一个tips的那种那种那种感觉 好然后呢我们沾取这个盘里的这个偏橘的这个颜色 把这个颜色就是很自然的叠加上去 最后呢我们再沾取这种用比较小一点的这种云染刷 沾取这种比较深的这种颜色 我们给它用这样加深整个眼睛后面的轮廓 好其实上眼影呢就这样非常的简单 主要呢是下眼影 下眼影呢我们现在准备两把刷子 首先呢我们选择这把尖头的我们沾取第一个我们用来塑形的这个浅棕色 这个颜色我们用来先画这个沃蚕的这个底 从头画到尾这样画 我之前有看冠儿的那个眼瞼下质的画法我觉得就非常好 但是我是跟它不是完全一样 沾的量是比较少的这样画的比较自然 然后呢我们用这一把刷子沾取这个颜色 就稍微深一点这种棕色 在手上这样控制好用量 我们在这个地方 冠儿是这个地方要上遮瑕的 但我们不我们也是我们是直接从这个睫毛根部也就这样出发 稍微带到一点睫毛根部然后再从这个地方这样画出来 下眼影真的是你化妆越久我就会越觉得它真的会比上眼影重要很多 我放大眼睛的效果好很多 我们用干净的刷子呢把边缘晕染一下 看眼睛整个就会放大非常的多 好然后我们再用这个Bobby Brown的这个亮片色 因为小G那个眼妆呢也有很重要的一个亮点 就是它的亮片色嘛 先用这个颜色用这种小刷子呢我们沾取了以后 要从中间开始铺开来一定要 圣诞节的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再用这个3CE的这个颜色 我们给它先放在手指上 同样也是用这个小刷子 我觉得稍微散落一点在下面呢也是很好看的 然后我觉得还要再用这个深色哑光色 这种深色哑光色稍微压一下靠近睫毛根部的那条线 不然就是用亮片色上去了以后 会有一点点泛白的那种感觉 要稍微压一下这样会不太显肿 我的鼻子如果想要修成拘禁衣那个样子 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只能大概的往小的那个方向修 然后呢它那个妆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呢 它鼻梁高光非常的明显 好我这里用这一块Hidden的这块高光来做一个鼻梁的高光 但是其实平常我真的不用 因为我鼻子比较大 我觉得用这种东西会让鼻子更加的明显 缺点会暴露 好然后同样Hidden的这块腮红呢 我们来稍微扫一下那个鼻头的那个腮红的感觉 然后我们来修脸上的容 用到的是容貌的这一块 用到口红呢我今天用的是YSL的409 我觉得它的那个口红应该是Mac的106或者这一支 我当时看到它那个照片第一反应就是这两支 我换了一个比较有圣诞感觉的墨绿色的衣服再来擦这个口红 然后我看它那张照片它的上唇是有一点点渐变擦出去的感觉的 待会我们也要做出这种感觉 好然后呢我们拿一把这种圆头的这种感觉的刷子 它是上面有一点做成这种渐变感觉 但是它的唇形跟我的不一样 我觉得我还是按我自己原来的唇形化吧 其实我每一个步骤都还是有按照我自己的感觉去 其实YSL这支质地我真的很不喜欢 我觉得很烂 一抿嘴就变成这个样子 好我现在呢去吹个头发 哦吧吧吧吧 哦吧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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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tletoe and holly deck the halls 哦吧吧吧吧 But you don't come around and you don't call Well it's just not the season to be lonely